好的,下个礼拜传统节日端午节就要到了 那么中和区公所特别向农委会来争取7万公斤的白米 要来发送给弱势家庭 借此表达社会的关怀 也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过节的温馨气氛 中和区公所从96年开始 已经持续在每年的端午节、中秋节、春节前夕 向农委会的农粮署争取白米 发送给中低收入户及低收入户等弱势家庭 希望借此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 可以安心的过节 中和区公所从即日起一直到6月11号 在一楼中庭发放白米 每一户可领取10公斤 凡是有接到区公所所寄出的通知函的家庭 可以拿着身份证印章通知函前往领取 区公所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邀请各界一起来关怀社会弱势 中家新北新闻中和参报道